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挺台提案后 欧洲议会代表团访问台湾 赶赴蓝州票仓 川普在纽约举行集会 2009年来首次日众院执政党联盟未占多数 在节目开始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则健康资讯 根据英国糖尿病前瞻性研究的数据显示 糖尿病患者每降低1%糖化血色素 致命风险可降低21% 小血管并发症风险减少37% 而周边血管疾病导致的节肢或失去生命的危险 则下降43% 糖化血色素控制在7%以下 可以有效降低并发症风险 近年来 许多人透过自然健康管理 搭配食疗补充品来稳定血糖和血压 减少对药物的依赖 现在我们来听听香港九龙的陆先生 分享他服用三高代谢保四个月后的变化 健康520研发团队推出了一款全新的产品 补气18味 这款产品由18种天然成分精心调配而成 专为改善缺氧 气血不足和易疲劳的人群设计 是一款纯天然的高品质保健品 对于新冠后遗症患者 补气18味能提供特别的支持 感性质的朋友可以前往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 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纽约时报27号报道称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被认为身患重病 伊斯兰革命卫队很可能在任何继任中发挥关键作用 他们更倾向于对抗以色列 CNN报道称 以色列情报机构掌握的信息表明 伊朗伊斯兰政权将对以色列空袭伊朗军事目标进行报复 美国官员表示哈梅内伊的健康状况至少自2019年以来一直在下降 外界猜测哈梅内伊的次子55岁的穆杰塔巴可能会接任领导的职位 据AXS报道 以色列周六摧毁了12台伊朗用于生产远程弹道导弹固体燃料的行星搅拌机 并援引三位以色列消息人士说 这严重损害了伊朗更新导弹储备的能力 可能阻止伊朗进一步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导弹袭袭击 伊朗武装部队则称 只有雷达系统受损 并报告有四名军官丧生 据悉 以色列摧毁了伊朗境内所有俄罗斯S-400和S-300系统的雷达 导致伊朗整个领空面临未来袭击威胁 有军事博主认为 导弹和无人机生产基地被炸 也算间接支援了乌克兰 伊朗至少需要两年时间才能恢复制造弹道导弹的能力 据AXS报道认为 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 让所有使用俄罗斯防空系统的国家陷入恐慌 显然 以色列在叙利亚和伊朗空域飞行数小时 没有一架战机受损 S-300和S-400等防空系统 完全无法探测到这些飞行器 更不用说防御它们了 再次说明了 俄罗斯技术与西方技术相比有这么低劣 据美国官员称 伊朗拥有中东最大导弹库 并向俄罗斯提供了导弹 用于对付乌克兰 也门胡塞叛军和黎巴嫩真主导 白宫表示 以色列的行动应该结束两国之间的直接交火 并警告德黑兰 如果进行报复 可能会产生后果 但伊朗官方官员此前曾警告称 以色列的任何袭击都将引发更严厉的回应 伊朗官方通讯社27号援引该国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话说 在以色列袭击伊朗两天后 伊朗官员应该确定如何更好地向以色列展示伊朗的力量 以色列时报报道 哈梅内伊在德黑兰向数万民众发表演讲 赞扬哈马斯10月7号的袭击 他说 以色列不会坚持太久 不能夸大或缩小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给伊朗造成的伤害 伊朗应该向以色列展示自己的力量 方式应该由德黑兰官员决定 并以最符合伊朗人民和国家利益的方式进行 CNN报道称伊朗可能会对周六的袭击做出大规模回应 伊朗将军巴盖里称 我们今晚将以比以前更大的力量袭击以色列 据伊朗国家媒体报道 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 27号对伊朗部长理事会表示 我们并不想发动战争 但我们会捍卫我们民族和国家的权利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表示 伊朗保留对以色列犯罪侵略做出回应的权利 大多数人认为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有军事博主认为 这仍然只是冲突的开始 一切都爆发只是时间问题 坏事即将发生 以色列出版的西伯来与日报称 如果伊朗对周六的袭击进行报复 以色列预计不仅会袭击核能和能源设施 还会袭击包括最高领导人在内的政权最高政府设施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终身教授张平 发文表示 以色列永远不会缺少给伊朗致命一击的机会 而且那一天一定会到来 过去这一年 以色列消灭了哈尼亚 纳斯鲁拉 辛瓦尔等一批小魔头 现在已经轮到伊朗这个大魔头了 需要足够的耐心技巧策略 关键是伊朗已经无路可退 无处可逃 离解体的那一天不远了 金正恩政府与普京当局相继否认 关于朝鲜派兵援助乌克兰战争的指控 而乌克兰情报部门提供证据音频显示 俄国军方内部针对朝鲜士兵的前线表现做出评论 一些士兵对朝鲜人不满意 并且称他们为中国人 25号根据CNN消息报道 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 截获俄军内部通讯音频指出 俄国士兵对朝鲜士兵的指挥方式 和提供弹药和军事装备的方式很不满意 这段音频在23号被截获 俄国士兵对即将到来的朝鲜人十分轻蔑 以K营代表这些士兵 还说他们是中国人 音频透露 预计每30名朝鲜士兵 配备一名翻译和三名高级军官 而俄国人抱怨 找不到那么多管理他们的军官 导致官僚过多 俄国军人抱怨明天会有77名营长来 有指挥官、副指挥官等等 都是为了朝鲜的军队 根据乌克兰情报总局的消息 一些朝鲜士兵已经进入与乌克兰接壤的库尔斯克 而美国方面警告称 目前金正恩派遣了大约3000人 从弗拉迪沃斯托克乘船抵达俄国 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他收到了乌克兰总司令 关于朝鲜军事人员部署的报告 朝鲜和俄国当局对外界指控一改十口否认 不过韩联社在25号报道说 朝鲜外务省负责俄罗斯工作的副相金正奎声称 如果朝鲜派兵援俄一事属实 也是符合国际法规范的行动 外界认为此言等于变相承认这个行径属实 韩国情报院预计 到12月份朝鲜援助俄国的军力将增加到1万多人 评论人王赫认为朝鲜冰原俄罗斯是危险的一步 不仅仅让俄乌战争多了一个参战国 同样可能让战火从俄乌扩展到朝鲜半岛 促使美国北约从欧亚联动角度来响应 面对朝鲜的增援 基辅当局想出劝详对策 X平台网友愚蠢的精卫转载消息说 乌克兰启动一个名为我想活下去的项目 用韩语向朝鲜士兵发表讲话 鼓励他们投降 并说乌克兰会给他们住处食物和温暖 对此有网民打趣评论说 这个杀伤力太大了 金大将军估计脸都要绿了 简直是脱北者的希望 作为中国人也很羡慕 不过也有担忧说 朝鲜有连坐的政策 出来打仗的士兵有亲人在手上控制 如果逃走了可能亲人也会受害 因此很担心这些朝鲜人的命运 欧洲跨党派议员团在10月27号到10月1号期间访问台湾 开始为期六天的访问 本次访问团由欧洲议会有台小组主席盖勒率领 多名欧洲议会成员参加 台湾外交部指出欧洲议会访团在台期间将与副总统肖美琴等官员会面 参与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举办的晚宴 另外还将参观台湾立法院与立法者和公民团体代表进行交谈 寻找关于台湾与欧盟的经贸关系地缘问题的合作途径 欧洲议会议员抵达后 在台湾桃园国际机场合影留念 法广指出 在访问台湾前 欧洲议会于10月24号 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了一项 与中共国不当权势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 对台湾持续军事挑衅有关的决议案 欧洲议会表示 反对中共利用1971年的联合国决议 来阻止台湾参与联合国附属国际组织 该项决议最终以432票的高票 赞成通过 外界认为 此举展现了新进当选的欧洲议会 对台湾给予高度支持与共识 本次访问也同样传达了对台湾的友好信号 27号 在距离美国大选只有9天的情况下 前总统川普赶赴纽约市麦迪逊广场花园 举行选举造势演说 美国伊万富翁马斯克和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助阵 作为川普熟悉的纽约地区 大量支持者聚集在纽约尼克队和纽约游骑兵队的主场 等待集会开始 票物已经宣告入场券受禁 竞选团队表示 川普的朋友和家人都将在集会上讲话 面对这次对于川普来说历史性的关键选举 作为川普商业的发迹地点而言 来自纽约市的支持同样至关重要 川普选择该地点造势 而在当天 马斯克中级格斗冠军赛UFC首席执行官怀特 已退出美国总统竞选的小肯尼迪 和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 都将发布讲话 与川普选民接触 这也是川普在纽约州的第二次大型集会 成千上万名无法进入场馆的支持者 将在场外观看演说 评论认为 这个做法可能会帮助共和党内 在纽约州的众议院选举 11月份的选举环节中 党派力求保住多数席位 这意味着 更多来自基层选民的支持 将帮助党派巩固这一优势 在27号当天 川普的对手副总统哈里斯 也在摇摆州拉票 他赶赴宾州的西费城 抵达非议教堂演说 参观包括波多黎各餐厅 篮球中心在内的民间休闲场所 同时 哈里斯的竞选搭档 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 将前往拉斯维加斯 参加巴士之旅 同时举办集会 鼓励美洲原住民和拉丁裔社区 提前投票 日本27号举行众议院大选 目前计票基本确定 自民党及公民党所组的执政联盟 难以获得多数票席位 独立执掌议会 这对日本首相石破茂来说 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综合日媒报道指出 截至当地时间28号凌晨 在本届众议院大选中 多数票席位需要至少233个席位 才能达标 本月1号就任首相的石破茂 写下二战后新的记录 就任8天后就宣布解散众院 26天后 举行众院大选投开票 然而这一破釜沉舟的做法 没有获得预想的结果 自民党联盟的席位大量流失 与公民党叠加之后 竟然低于早先门槛 获得大约209席 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获得155席 控制关键多数反对派席位 这是自民党继2009年以来 首次重大失利 今年早些时候 在政治筹款腐败丑闻的冲击下 自民党的支持率曾低于20% 不过当时主要反对党的分散 令自民党联盟收到的部分冲击被化解 这让执政党产生信心 新的议会局面意味着 主要党团体需要与少数派分享权力 以获取执政结果阻隔 石破茂10月1号上任 接替岸田文雄首相职位 他在地缘安全领域持有强硬态度 要求扩充日本自卫队的军事攻击特权 以应对中共与俄国 在日本周边海域引发的挑衅行为 并且主张在间隔诸岛获取掌控权 不过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 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陈文贾博士认为 在对中国的政策上 石破茂上任后仅表达关切 没有实际行动 让保守派失望 外界认为 石破茂的外交政策 针对腐败问题的处理 都将是获得选民信任度的关键 石破茂面临在短期内 整合各个党派系别的压力 同时外界关注他的外交 尤其是对中美两国的政策走向 同时要求他在经济和社会福利领域有所作为 陈文贾在专栏文章中指出 日本社会对政治诚信的需求日益增长 选民期待真正的改革 检视此次反对党提出的政策更为具体 且强调打击腐败 吸引了对自民党失望的选民 所以社会氛围的转变 进一步削弱自民党优势 选民转向支持具有革新形象的在野党 给自民党造成更大的压力 自民党长期以来依赖的权力铁三角 体制 党派 官僚 财阀间的相互支持逐渐崩解 随着经济结构转型 财阀影响力减弱 选民要求更高的政治透明度 官僚对自民党的支持也有所动摇 这期的每日头条就到这里了 欢迎就今天的新闻话题 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 订阅和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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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